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追凶 王宝强因为那点事情被不少人关注 确实一个老师本分的人被经纪人和媳妇这么耍 要谁看到都得帮个枪 王宝强如此成功不仅仅是他的性格 他的演技也是十分不错的 所以我们今天不谈他的家世来看看他的演技 电影追凶的导演是彭发 他用最独特的视觉最独特的设计 讲述了人这个复杂的生物 导演故意制作大音效埋下伏笔 甚至尽力让每一个细节都包含深意 这些可见导演的用心程度 可是有些时候过于畏手畏脚 反而会让影片产生反效果 多了一种制作的感觉缺少自然之美 这是这个电影最大的不足 这部影片融合了多种多样的情感 散发出的不再是单方面的人格 更是全方位的人格 他的用意十分的与众不同 甚至可以说让人心震撼不已 阴暗的画面封闭式的构造 给人的深深的压抑感 从头到尾 冷色调的作用都会让人觉得一阵寒意 甚至连大火都是一场冷火 他热烈却不温暖 这部剧的演员阵容更是豪华 有很多人说 如果给这部电影打分 那么刘青云占5分 王宝强占4分 可见两个人的作用 两大影帝对戏更是引起不少观众的热议 两人的角色更是与以往有相当大的不同 在每个人心中 王宝强就是憨猛傻的形象 这次却出演了一个毁容的精神病杀人犯 恨辣劲让人毛骨悚然 话说 王宝强在之前也是经常接一些反映人性的电影 像《天注定》 《树先生》等都让人印象深刻 这也是他许久不拍人性片后的第一部 刘青云经常饰演警察 我们都清楚 可是他从来没有饰演过一个心理变态 心狠手辣的警察 真是忍不住想要看看呀 这部影片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童话世界》 因为王宝强饰演的吴在君 总是用童话故事制造凶杀案 像张辉这个第一位受害者 是模仿小红帽的故事 制造凶杀案 将张辉的肚子剖开 放入大石头 这血腥的画面搭配狼叫声 不觉产生一种滑稽感 还有一丝让人背后发凉的冷意 而小时候曾经对吴在君不好的人 则是采用了消足的方式进行报复 就像是灰姑娘里为金钱消足的小姐 这几处的仿造让电影的恐怖感直线上升 导演用我们美好的童话梦作为杀人题材 不知不觉中让童话梦变成了所有观众的噩梦 比起童话世界的称号来说 也许黑暗童话更加适合这篇电影的名称 不仅如此 影片中更是运用了古代的炮烙之行 王宝强饰演的吴在君 将浑身赤裸的女子推入伙食 脸上还带着微笑 这种微笑不是快乐 只是报复成功的快感 不管是童话世界杀人法还是将烧焦的女子扔入闹市 都是吴在君在向世界抱怨着不公平 抱怨着当初孤儿院中受到的不平等待遇 也在诉说着吴在君对于真正甜蜜的童话故事的向往 吴在君向往着美好的生活 可是他注定得不到了 一场大火也许是真正的解脱方式 这个事情的发生更像是一个圈套 一个由刘青云饰演的王伟汉主导 吴在君辅助的圈套 吴在君为了报复愿意用生命来帮助王伟汉得到名望 如果说吴在君是一种变态的心理 那么汉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阴暗人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